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守候 第八集,合不合适 今夏举手之劳相助的那位病童家属 后来专门给医院送来了一面锦旗 行政办这种平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小部门 还是十几年难遇一次被收锦旗 乐得老江跟什么似的 非拉着今夏一起和锦旗合了个影 还说要放到公众号上去 社畜本处的今夏快给吓蒙了 坠坠地说,江主任 医务中心和护理中心下面这么多科室 经常都在收紧旗 我们这么,不合适吧 老江回过未来也觉得不妥 最后请了科室下午茶了事 杨小敏吸着奶茶感慨,惊吓呀 还是你厉害,咱们也去站志愿港这么久了 怎么就没遇上这等事呢 另一个女同事打去 那你下次主动要求去站一个 说不定也遇见呢 唉,你们都少酸了 今夏就是热心 你也不看看 平时咱们科里跑腿的活 哪次不是今夏去的 今夏连忙到 你们就别这么说了 我都怪不好意思的 我也没做什么 我刚来还多亏各位姐姐照顾 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喝奶茶吧 不行不行,换一个呀 天天喝得胖死了 那,喝咖啡 她笑了笑,可是请各位姐姐不要嫌弃 我一个社畜,只请得起医院自助售卖机的 那不能嫌弃 咱们医院售卖机的咖啡你别说挺好喝的 第二天今夏去自助售卖机买咖啡的时候 正在忙着把一杯杯咖啡封盖打包 背后响起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怎么一个人买这么多咖啡 今夏站起身回头 陆医生,这腰巧 哦,我请科室的同事喝咖啡 他想了想从那一堆咖啡里选了一杯 也请你喝一杯 陆一眉伸手接 为什么 那天你接诊的那个小病人家属 给我送来了锦旗 行政办难得接一回锦旗 大家都挺高兴的 这面锦旗应该也有你的一半 所以请你喝 陆一这才接了过来 发现杯壁上手写了黑咖两个字 你怎么知道我喝黑咖啡 这姑娘今天应该的确挺高兴的 显得话也多了些 少了上一次见到时的拘谨 今夏略歪了歪头 我猜的 你们医生应该经常要熬夜 而且陆医生看着应该不喜欢吃甜的 要是我猜错了 再给你换一杯 不用了 陆一道 那我也不客气了 谢谢 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哦对了 三楼的售卖机坏了 还得麻烦你们通知供应商来修一下 哦好的 怪不得他跑到了一楼来买咖啡 我回去就给他们打电话 今夏把所有的咖啡都装进一个敞开的大纸袋 袋子还不够大 他不敢拎索性捧在手上 陆一打量了他一会儿 上前先一只手拖住了纸袋底部 然后把手里的咖啡递给他 拿着这个 今夏愣了愣 松了一只手 确保纸袋还平稳 才接过他手里的咖啡杯 陆一双手捧起了纸袋 静止往行政办的方向走去 等走到行政区门口 今夏才赶上他 陆一声 我自己送进去吧 谢谢你 陆一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大纸袋 走进行政办的大通间 忙不迭地挨个办公桌送了咖啡 办公室里传来并不清晰的笑声和打趣的声音 他也低头喝了口咖啡 微有笑意 对吗 年轻的女孩子就该是这样嬉笑的 才有些像他该有的样子 他在喝一口咖啡皱了皱眉 怎么今天的黑咖这么苦 是他年纪大了吃不得苦了 一赴院每年十月的时候都会进行院庆大会 今年虽说因为疫情原因 取消了集体集会 但该搞的系列活动 外宣方案 线上会议等等是一条都没落下 行政办加班加得哀鸿遍野 今夏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有准点下班了 又是一个十点才从医院出来的晚上 不同于住院大楼的灯火通明 门诊楼这里到了夜晚 确实人影寥寥的 只有西门的急诊出口 还有些热闹 今天管晨熙职夜班 今夏打算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再回去 导诊台前杂杂呼呼地围了一群人 好几个都是刺青大哥 估计是从哪个夜店或者是娱乐场所刚 干完嫁过来的一看就是分成了两派 互相看人不顺眼的那种 管晨熙和一个护士拿着一个药品托盘走出来 要缝针地等着叫名字 普通消毒的在位置上等我们过去 有两个大约有些喝多了的刺青男酒气上头 对着过来消毒的小护士流利流气地说话 管晨熙不乐意了 站起来赤道 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这里是医院 老子嘴巴就不干净了 怎么了 你给我洗洗 你 蓝清玄听见声音从抢救室出来 把两个女护士拉到身后 喝多了是吧 我给你开点药醒醒酒 劝你别动手 打赢了拘留所 打输了直接了里面抢救室 今夏在旁边看着情况不对 拿起手机给保卫科打了电话 正犹豫着是不是也要上去 被人从背后拉到了一边 旁边待着等保卫科 顺便报警 陆医生 今夏惊讶地看着他 晚袖子走上前 先把两个护士推到里面 站在了蓝清玄旁边 略往前一点的地方 你哪颗葱 领头的一个刺青男上上下下 打亮了一眼没穿白大褂的陆毅 三叉口青马道的 怎么 有意见 今夏远远地站那儿等保安 脑子里过了一下三叉口青马道是什么地方 一副院的保安是专门配备的 时不时还会开展演练 对付现在越来越频发的医闹是越来越顺手 附近派出所的民警也后脚赶道 把一群骂骂咧咧的小混混分成两波挨个训话 蓝清玄里面还有病人 拍了陆毅一下道 没事了你也回吧 陆毅朝后面看了眼 喊道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今夏你也在啊 蓝清玄这才看见他 刚才没吓着吧 哦没有 今夏拽了拽背包袋子说道 要不是我拦着 他都上去给你们帮忙了 陆毅说不清是生气还是调侃 瞟了他一眼又重复了一次 我送你回去 今夏连忙摆手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好 地铁还有 让陆医生送你吧 今夏 广晨熙也刚好从抢救室出来 地铁站到咱们小区 还要走一段路呢 你这坐地铁到家都得十二点了 这么晚了不安全 今夏还在犹豫 陆毅已先卖了步 在门口等我 我把车开过来 一辆黑色路虎稳稳停在急诊中心门口 今夏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 还是拉开副驾驶的门 坐了进去 车里还有些略微皮革的味道 前挡风玻璃右侧的车辆检测标贴的 还是今年的数字 看得出来 这应该是刚刚回国的陆医生买的新车 你住的那个小区叫什么名字 我开个导航 他把手机架好 边说边启动了车子 紫金圆二期 今夏端端正正地坐着 连脚都放得规规矩矩 还要你绕路送我回去 太麻烦了 他记得陆毅就住在离医院 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 就是为了方便来回 陆毅在导航软件里输入地址 朝着路线指引的方向 驶入城市夜晚的车流 我听你经常是谢谢麻烦 抱歉挂在口上 是习惯吗 可以轻松些的 今夏略低下头 看着自己翻不包上的图案纹路 声音略有些低 可能是习惯吧 从年少开始 他就习惯了 习惯了不停得道歉 妈妈对不起 妈妈我错了 习惯了要不停地说谢谢 谢谢唐叔叔 谢谢老师 谢谢医生叔叔 他好像是妈妈的麻烦 一个永远都不会结束的麻烦 直到他18岁的时候 这个麻烦才从妈妈的生活里消失 也许是彻底消失 夜晚的城市没有白日那么繁忙 少了堵得长长的车流 陆毅在车里开了舒缓的音乐 除了流转的乐声 便只有导航语音的声音 今夏听了许久之后突然说 这不是流浪地球里面 MOS的声音吗 陆毅看了眼屏幕 笑了下 对 电影在国外播出的时候 我们一群中国人去看 后来我就在导航里用了这个语音包 MOS挺画牢的 但开车的时候听他碎碎念 会觉得挺放松 他平常在医院的时候 总需要绷紧神经 在开车或者独处的时候 就希望放松一些 西西有一阵子 还用过那个道路千万条的声音 当过手机铃声 特别魔性 他也展开了一些笑容 他的手机一回家又老响 我都给听成条件反射了 我也好久没去看电影了 他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地问 最近电影院也是刚开张吧 要去支持一下票房吗 哎 惊吓愣了一下才问 陆医生想看什么电影 他在前面红绿灯口转了个弯 随便你可以挑你想看的 然后我看看我哪天不值班 就我们两个人吗 他有些不太确定的样子 转过头看着陆毅专心开车的侧颜 陆毅又瞟了眼手机屏幕上的导航线路 才说道 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如果想邀约管陈希一起 我也不介意 只是他和蓝青玄碰在一块的话 倒霉系数可能会大一点 电影不一定看得安生